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上11点钟 让我们来听听一群臭男生的 信仨 老板不是每个人都当得起的 经营策略与人事的管理 都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在成为老板之前 我们都曾当过员工 尽管六位来宾将跟大家分享 他们身为员工的趣事 与当上老板后的刺猬吧 你们觉得老板好不好当 觉得好当的请举手 你觉得老板就当了 但是你们也当过员工嘛 一定是从员工做起 后来才当老板嘛 对 那我们要聊一聊 你们当员工的时候呢 有没有遇过很奇怪的老板 怪咖 那个 对 玉琳 我先讲 好 你先讲 那以前我碰到一个老板 他基本上把我当那个小狗 在训练 老板跟我训练 老板 基本上他大概 下午那个四五点出现 可是呢 我们是早上七点半就上班了 那我们四五点已经累了 他大哥刚刚睡醒 是 他来到公司之后 还混半天之后 他还要剪袋子 他就要... 他习惯叫我站在他后面 那个时候就是 还有分A代 B代跟C代有编号 是 他习惯他举右手 我就趕快把A代送来 他举左手 我就送C代 他就要... 我就送C代 基本上他是 下人来管理我的 很少哈拉 很少...很少哈拉 是... 然后他非得搞到凌晨 兩三点之后放我 放我回去的时候 我早上七点半就上班 所以你说我的体力 是不是算惊人 惊人... 就辞职了 一般做节目的老板 大概都这样一些 我那个自助公司 就是我第一个工作的 制作公司的老板 很有名 那我也... 讲出他大名也没关系 大家都认识就是扣桑 那扣桑的智君非常严谨 是著称的 除了白天上班之外呢 他要求每个男生 跟知识生一样 晚上要值班 为什么要值班呢 因为有时候 你白天... 万一晚上电视台有事情 找不到人 可能会严重影响公司的业务 所以每个男生就 按知识生 每天每天每天 那值班你要有值班式嘛 所以他就在公司的一个角落呢 就弄了一个 大概两三坪大 很小 有点像那个... 大概比那个康哥待过的地方 大不了多少 是吗 那一个地方 然后一样嘛 车拉着 然後吹都在同一个地方 一样 因为反正你是一号就排... 排那个... 二号你就排每个月第二天 然后上个就排第三天 那一张床 那因为很小 很简陋 只能够维持一张床 一张桌子 不过老板很有人性啦 因为都是男生在值班嘛 他会在那个桌子上面 放一盒衛生纸 放一盒衛生纸 因为他... 他算劳忙劳 但是也知道年轻人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二十几岁而已嘛 一段年轻人需求 所以会放卫生纸 那你会说那值班 你没什么了不起啊 你就是... 因为你晚上睡觉嘛 一般就出去鬼混他也不知道啊 但他不一样 他就是会打电话来查起 嗯 他就是每天晚上 差不多两三点的时候 不定时的啦 会打电话来 那每次来声音都很低沉 很诡异 喂 你三人 我要玉琳 我要扣上 乖乖乖 他看到你也在接电话 乖乖乖 加油加油 那就挂住 那久而久 一同事都知道 都是喜欢恶作剧 有时候就故意 同事打电话来说 你没打来 喂 你三人 我玉琳 我扣上 扣上 是...扣上有什么指示 我不是扣上 我不是扣上 我不是小刘啦 你真的喜欢那樣開玩笑 快久而久之 那大家就... 就都把這種電話 當成是恶作剧 有一天就轮我值班了 電話又來了 喂 你三人 我三人... 你三人 我扣上 你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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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扣上 你扣上 我劉德華 你扣上 你扣上 我真的是扣上 你拿走 我就把他掛斷 到那邊睡覺 氣呼呼的 然後說媽媽每天跟我惡作剧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 啪... 有人敲我的門 扣上 扣上來了 玉琳 你說... 真的... 真的扣上打電話了 你真的很曬 你真的很曬 張文哥的那個老闆 把他當小鬼在訓練 是 就像我那個老闆 把我當 他每天帶著你去喝酒 我跟著他... 你跟著他半年了 半年多 我跟著他八年 八年裡面啊 最長一次喝了 三十五個小時 幹什麼 這是實驗嘛 這中間喔 我還得去跑新聞 跑新聞還得發稿 發稿之後再回到他喝酒的地方 跟他報到 可是呢 可能啊 剛剛離開他的時候 是在萬華的地點嘛 是 可是呢 等我發稿之後回去的時候 不對了 他現在可能在北投的 北投的溫泉旅館這樣 所以就這樣 跟著這樣喝三十五個小時 喝到就不行 他可以不洗人事 然後我們不能不洗人事 因為他不洗人事的時候 他就這樣 然後呢 我們旁邊就要開始 一樣繼續要喝 但是你都沒有喝的時候呢 奇怪喔 你沒有再喝的時候 他就起了 有沒有 敬大哥 是... 他一開始敬大哥 然後他要開始睡覺這樣 他呢 是我們啦 我們時報裡面喔 是 唯一一個可以喔 在這個社長辦公室裡面 睡在他的沙發上面 不是他睡而已啊 我們都去睡 每一天就是團新聞 跑新聞喝酒 跑新聞喝酒... 那已經以報色為家了嘛 幾乎吧 對不對 幾乎是這樣 然後因為他呢 因為他就... 他離婚了嘛 所以他完全沒有家庭的壓力 你知道嗎 那我們呢 後來我們跟著他的人呢 就一個一個離婚了 一個一個離婚 真的 你八年這麼爽 為什麼要離開這個老闆 對啊 為什麼 沒有 全身都軟了 沒有錯 該印的地方都不硬了 然後不該印的全部硬了 脖子都硬了 所以就... 那為什麼要離開他 不過沒有 離開他是因為 TVBS那時候開始電視 開始起來 電子媒體 對 電子媒體開始強... 強勢起來 那我就覺得我就... 但是我離開他喔 真的 我還... 對著跟他拜別 哭到流鼻血 你會知道我對他這種酒鬼師父 有多麼的意念這樣 詹老師 所以說其實當老闆是很辛苦的 那我們曾在日本留學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有名 很令內的老闆 他是免稅戀老闆 姓陳 是男的 大概六十幾歲 他是一個 但是是一個 但他本身有個特性呢 就是好惡非常明顯 他本身講話 永遠不離三字經的 那他統籌 他本身兼負的旅行社 車行兼免稅店老闆 所以導遊在帶團進來的時候 當然希望捧場 導遊的苦他不知道 他只希望東西都賣出去 是 女導遊一進來知道吧 帶了四十幾個客人進來了 當然希望能夠多買點東西 對不對 可是貢估 貢估這老闆開始就開始 脾氣就發起來了 真的 對女導遊 在客人面很罵你知道嗎 你是把眼睛刺濕 人家那麼漂亮不然要做 我告訴你幾次 你拿什麼話 你出什麼話 你看得到嗎 他都共撲 後來他是我們同公司的 我就不爽了 我真的很正義感 可是我是他們室友師 我超會賣東西的 你知道嗎 我賣東西 整個靈魂會 最退 所以我帶了三十五個客人 第二招我進去了 你怎麼拿出來 你又做小招 你又做小招 你又要做小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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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邊寫什麼 老師寫來寫回 時候故事又忘記 你又要做小招 是... 標被外交手欺騙 我帶三十五個客人進去 通通買 買翻 你才一車進兩車回來 你知道嗎 看我發標了 你知道嗎 是 老闆在那邊 是 我告訴你 我們三個要怎麼 給人家拜託你什麼意思 你 你裡面給我吃東西是好的 你的產品都是好的 其他沒吃東西是好的 對 客人很爽 我有正義感 這樣切除吧 再買 老闆被罵了 是...我知道... 所以這個 我告訴大家一個重要的事情 沒有絕對老闆 可是那個顧客 跟老闆又沒有仇 可是我要喜歡... 你罵他那個女同事 對...我也喜歡他就真的 對不對 加上我有正義感 我對那女同事有點暗戀 加上我覺得說 不能夠對人家導遊這麼刻薄 而且你覺得機會來了 每次這麼機會 我每次進去都病病叫了 怎麼有機會來了 我說他們銷售知道吧 賣東西要憑良心 大家買得開心歡喜 介紹得得意就好了 所以老闆很便宜 所以你遇到的奇怪的老闆 是這個狀況 嘴巴很臭 講話很直 不過講意思的話 他對我真的很好 這點我是感恩的心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也是一招黑白臉 黑白臉 早就講好了 兩個在那邊分錢分得開心 對... 直接繳獲到了 對啊 公司也賣掉 老闆為什麼罵那女的 就是我罵他那女的 你來弄好不好 對不對 之前那個劉大哥 他們的老闆都會 會比較認真嘛 感覺上我們那個老闆 比較健康 是 以前就是他規定 1 3 5 早上6點左右 就在那個 那個新幹線球場 北四艘對面那邊 就要打棒球 你是什麼公司的老闆 那時候是唱片公司的老闆 唱片公司的老闆 對 我還以為你是持棒的那個 持棒公司 不是 唱片公司 1 3 5 然後就是 每天的5點到了之後 看時間到了 他就帶著馬錶 是 就到那個國小去 跑15圈 而且他帶著馬錶 就是去看你 今天跑15圈的速度 有沒有比 昨天還快 我以前有唱過民歌 那其中 中平就是我的老闆 不是跟我們 我當過他的老闆 他當過我的老闆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老闆 真的嗎 他對人非常非常客氣 因為你打槍 對 沒有...真的 我不是因為他在台這樣講 OK 他規定我要這樣說的 沒有 他真的歌門非常好 因為我們唱 我通常唱都是大概唱這個 晚上7點半 8點 9點那種 就是人比較多的 那老闆那時候會來巡視 就看這個歌手好不好 檔次好不好 可是他不曉得 我之前已經 是 所以常常他來的時候 他就一起來 一起來一起唱這樣 一起讀了 所以他的餐廳 那時候生意還滿不錯的 他對著你非常非常客氣 所以很多人也是慕迷他來 然後跟他一起唱 我們也覺得很高興 因為那時候他出唱片 那時候我們在等他 要出唱片 既然這麼好後來 真的 還好 那時候我已經走了 就是因為我走的關係 所以已經... 我當員工一定有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就是要騙你 這個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也常常發生 請 首先我們請最會騙的 騙老闆 這個算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樂趣 任何事情都要騙嘛 那個工作上也要騙 買個換錢水 明明是一箱100塊 也要跟他說 這個一箱是150 然後就是... 那最常騙的就是請假的部分 以前那時候我老闆 那時候李典勇 那李典勇大家都知道很驚嘛 李典勇你怎麼騙得過他 你不要被他騙就好 他講騙得了他 所以他被他請假 我記得那時候剛當助理 那實在是很累 然後熬三天三夜 那是做那個直播的網會 已經累翻了 第一次請假就跟他講說 已經先講自己生病嘛 他相信了 那第二次你不能又說自己生病 只好就講說 爺爺生病 其實我爺爺老早在30年前就過世了 所以... 那為什麼不要講說媽媽生病呢 因為父母親關係太近了 這樣不笑 還健在 還健在 這樣講不好 就爺爺生病了 就說爺爺胃痛 然後第三次呢 就隔了兩三個禮拜說 老闆 我爺爺 那是肺又不舒服了 我看他肺又不好 到了第四次 總共胃... 胃又痛 肺又生病 那這個應該也差不多了吧 所以隔了半年之後 再跟老闆請假 老闆說那怎麼呢 為什麼要請假 就說 爺爺 還要哽咽有沒有 他的心裡就知道了 那其實當過老闆的人都知道 聽到這種事情喔 心裡面都想笑 可是又不能笑出來 萬一人家真的怎麼辦 萬一人家真的爺爺掛了 人家笑出來不是很不敬嗎 可是心裡面都會懷疑 爺爺死掉了 可以聽得出來 他會有那個口氣喔 帶點... 好像帶點... 沒關係... 你還好去處理一下喔 你要處理多久 我說大概... 我還是心細工作嘛 三天就可以了 夜夜死掉三天就可以了 對...沒關係啦 我還是會... 趕快回來上班 然後那次又請了三天假 然後又過了幾... 大概過了半年 其實我真的很不太愛請假的啦 但真的是很不得已才會請 那夜夜死掉 那次藉口用完之後 過了半年 過了半年實在是忍不住 因為那時候剛交女朋友 那實在是沒有帶他出去玩呢 會...那個心裡面會很痛苦 所以一定也是要請長假 那...也是打電話給老闆 你想問要什麼理由 那我已經忘記了 我半年前跟老闆講過 我爺爺死掉這個... 那時候特地忘記 被那個戀愛衝昏頭 然後我女朋友在旁邊說 你就講嘛 就講你怕什麼 腦腫 懦夫 你不敢跟老闆請假 我幹... 老闆 怎麼樣 你怎麼了 我要請假 為什麼 我...我爺爺 玉琳 該不會你爺爺又死掉了 不是嗎 我爺爺死過嗎 重點啦 你是做節目做傻的是不是 我半年前也應該是我而已 怎麼突然有時候 你爺爺死掉了 怎麼會這麼衰 史上最賽的 你... 太好笑了 你那個被幹掉嗎 蛤 沒有被那個製作人幹掉 他還好啦 他能夠體諒 他說... 體諒 他能體諒就是說 你要請就請嘛 你會不會變那麼多藉口 他說大家都... 都又不是不認識 你到底有什麼事情 後來我就跟他直話直說 他說是這樣子 因為有交了一個女朋友 那平常我們做節目很忙很累 都沒有時間交女朋友 好不容易交到一個 那我想帶他去香港玩 他說 你就早講啊 你要請幾天 我說三天 不 你剛交女朋友 他說給我 對啊 所以稱得上堪稱 是有情有義 後面補這句話 我有點... 我有點故意啦 是有目的這一句話 不過說這個喔 我覺得請假真的是 不是最容易騙老闆 但是我... 我這個老闆 他請假真的 他就像你... 因為什麼 我們整年...我跟他八年 其實很少休假 幾乎不休假 因為什麼 因為很難休假 因為他每天都要喝酒 對不對 而且他就跟妳講 他的這個情語錄的名言就是 年輕的時候不努力 什麼時候努力 所以請假是通常不準 但是有事呢 他就什麼假都準 我覺得這個是他另外 另外很可愛的一面 尤其我只要跟他說 我要帶媽媽去幹嘛 帶媽媽去出國幹什麼 他就走 你知道嗎 而且呢 我曾經其實有一次 讓我比較感動的 他的請假的部分 比方說 我們請假通話一定要有一些 試假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限制嘛 對不對 頂多你一個禮拜 對不對 是這樣子 可是我曾經喔 他讓我休了40天的假 40天的假 為什麼 一點不誇張 因為呢 因為我 我的前妻在生產的過程裡面 就是他 我之前講過 就是雪崩 造成後來也很多的手術 他那一次呢 他說 就這樣 你就陪著他 也不用去跑新聞 你就把他照顧到好 你再回來上文 這樣欠欠欠欠欠啦 40天 我錢假的部分呢 我比較少騙他 但是新聞的時候 有時候 每一道天寒 天氣來的時候 寒流來的時候 一定有路導的 一定有那個 所謂路導就是 老人家 然後呢 心肌梗塞 或者是血管 收縮就掛了 然後早上起來 運動的時候這樣 那我呢 像這種新聞啊 我很快 馬上就一個主新聞 對不對 人事實地物交代完之後 就一個特稿 老人家啊 在這個寒流的時候啊 就一定要這個注意保暖 然後呢 早上盡量不要 在低溫的時候出門 什麼時候 據某某醫院的這個 什麼...醫生表示 什麼... 好了 有一年 我稿子傳回去之後 我大哥終於忍不住 打電話給我了 俊耀 你去年這樣寫 你是這個醫生 你是這樣講 前年你是這樣寫 你是這樣講 你是這個醫生 你這個稿子 已經發了好幾年了 你知道嗎 我說 大哥 怎麼被你發現了 他說你那個稿子 從頭沒有改 沒有 騙老闆一定要 而且要看感情的騙 而且瞭解他如何騙 也就是我們在上班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夏天的時候 我們的隔壁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茶藝館 夏天誰跟你跑業務啊 哪那麼勤快 沒有這麼多人的 我們只要吃完中飯 就跑到隔壁 應該只有你自己是這樣 怎麼叫做沒有那麼多人 夏天的業務到 大部分人都很勤快 對啊 我們現在抓了 那我也會演 我自己這樣演出事 你知道嗎 演出事 我就到隔壁 茶藝館冷氣一吹 那個榻榻米草息 一睡 很舒服啊 從兩點睡到五點半 後來那個鬧中的響 你知道嗎 馬上一醒來 衝到那個隔壁的辦公室 去開一個業務匯報 可是那時候也忘了照鏡子 整個臉上你知道吧 那時候我的臉 跟豪哥差不多一樣的肉 整個臉是硬到那個草息的 那個睡痕知道嗎 然後到辦公室 馬上開始講業務匯報了 我今天下午兩點半 到陳太太家去 然後賣了五組東西 後來四點半到哪邊 他們那邊講得頭都是道 好像訂單跟雪花一樣的 同事在那邊笑了半天 整個那個痕跡 那個碎痕知道嗎 整個那個草息睡在臉上 你知道嗎 這邊還是紅的你知道嗎 講到頭都是道 慷慨氣養 這個笑的意見 最好的最得意了 老闆聽得聽不下去了 你知道嗎 張美中啊這個 你是不是夢遊症還是神經病 拿那個字子倒下臉一下 你早就喘禍了你知道嗎 我要講我 我騙兩個老闆騙我 第一個老闆 是我做歡樂傳真的時候 是 那個時候飛哥主持啊 所有的... 我那個時候編導嘛 但飛哥主持他早就到了 你要知道 我們是很有壓力的 因為每天被罵了 所以有一天啊 就睡晚了 飛哥已經在棚內等了 那個製作人陳製作人陳老闆 打電話給我 他說 大導演 你現在在哪裡 快到了 我在中市對面那個停車場 停車... 他說 不好意思 因為急了 急了你拿起來一定要 快到了... 我習慣去 他直接打到我家去了 第一個老闆我這樣騙他 那第二個老闆我騙他 他是因為... 那個時候跳槽嘛 本來我是在一個公司做的 然後跳槽 跳槽之後呢 我又接了一個秀 我又帶立新郵輪的秀出去 結果那個老闆他覺得奇怪 這兩天都... 他好像請去坐席不太正常 他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給我 一樣啊 要裝病啊 重感冒 我現在在醫院裡面 那老闆很關心啊 老闆說 在哪個醫院我現在去看你 實際上我在郵輪上面 那我醫院 那後來我把他講到 沒有...小病... 我說西藥房打針就好了 他說你告訴我是哪一個西藥房 我先來過去看 然後結果那個船越開越遠 因為那個會斷訓嘛 結果就在這個途間斷訓了 接不到啦 結果他把那個水管人 送到我家去 所以我媽媽說 沒有啊 今天下午搭船出去啊 他比有沒有還有啊 那在追余皓然的時候 那看到他一先下樓梯啊 那我心裡就想說 我有開車 趕快呢 就是在後面去開車旁邊 跟他說 老闆我送你回家好了 那所以每次我只要 這邊看一看 時間要到了 然後就看到他一下樓梯 我就去跟老闆說 老闆我今天家裡 妹妹要去應徵什麼 然後我就陪他去 有事要先走 這樣子 不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騙得才兇 為了愛 對... 你適當前 對...騙了多久啊 這一招 後面這句就是強的意思 是... 要先騙上場 就這樣子 好 大哥呢 那晚上唱歌 那個白天去做旅行社業 也是跟這個張老師一樣 下午的時間呢 就是要發DM嘛 DM因為太陽太大啦 或者是下雨天呢 就跑去咖啡廳啦 就躲起來 一定這樣子 我春天秋天都這樣子 不是 你們旅行社沒有好東西 我跟你講 所以還很驕傲地講 所以倒了很多家 有沒有感覺旅行社 人都會摸 對啊 旅行社的最重要的目的 在旅行社旅行啦 對 要旅行 以前我碰過那種導遊 那種兼... 對 你講的啦 那種摸魚的啦 兼賣保險的啦 賣鈴固塔的啦 反正你只要看到那種 大白天在跟你賣鈴固塔 說你該不會只賣鈴固塔吧 不是...我是導遊 那導遊一定是兼任這種工作 以前我們製作單位摸魚的情況 比例也滿多的 就是... 因為管制比較沒那麼嚴格 滿鬆散 以前我那個主管每次 上班時間說一年一年走 那時候流行那個 柏青哥... 就說我們去玩柏青哥 我說不好吧 被老闆抓到 神經病 你就說我們要出去 討論內容 外面的環境比較那麼激發創意 他哪搞懂你在幹嘛 就帶我去 那邊啊 不然就很吵 打柏青哥等於有一種習慣 就是說吵到會受不了嘛 所以會拿那個鋼豬 塞在耳朵裡面 我們兩個人都塞著 好開心喔 他... 換了很多那種文具啊 紙啊 計算機那一種 他看已經三個鐘頭了 他說 我就跟我主管叫陶哥 陶哥我該回去跟老闆那個 告訴他我們回來這樣子 我們兩個就說 然後老闆遠遠看我們進門說 你們兩個去哪裡 我就說我們去討論內容啊 你放屁 我真的在討論內容 討論內容 那你耳朵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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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你們明明就去打巴青狗 還在討論內容 你耳朵 不是啦 新聞界喔 新聞界就騙老闆啦 騙老婆騙到... 騙到...碰到大白沙的人 你知道嗎 他就騙 騙說呢 他那個...有一個新聞 他要去哪邊採訪 去台中...假設去台中 他要去台中採訪 然後呢 時間大概就是一天這樣子 他騙老... 所以他騙老闆跟老婆 就一起騙了這樣 結果呢 他事實上呢 是帶著妹妹 情婦到東部去玩 結果...碰到...碰到地震 就有大車輪 你知道嗎 他跟他的情婦一起 就被送到醫院 對 抓醫院 你知道嗎 第一個當然就是先通知太太 太太馬上就說 那個...我先生怎麼在東部那邊 發生車禍 然後呢 就問報社的長官 長官 他不是到台中去嗎 對啊 他也說是你派他去的 他說不是啊 他跟我說 他要去台中採訪啊 採訪什麼啊 就...兩個就一起 沒有啊 一起到東部去 你看 跟情婦兩個躺在醫院裡面 還手牽手 只有你會吧 當場成為新聞界的北美談 其實當員工喔 有一個基本配備一定要很厲害 是 就是要... 對 對不對 這個位置這個內行的 那時候老闆要搬家 老闆要搬家 我就先跟他講我懂風水洋宅 前朱雀後玄武 左青龍右白虎 講得頭頭四道的 是 裝潢圖都幫他畫好好的 搬家前一天 拖地 擦玻璃 全套的 汗流夾背 綁個筋繼續擦 任勞任怨 以公司為家 那感情投入下去不紅人海 很難 我告訴你 第二天是要搬東西 主動報到 幫忙扛一點小的東西 太多沒辦法 椅子 照我的擺 全部扛得好好的 綜藝來了 我說 把幾個員工的八字 通通我來幫他做一個剖析 抬了立盤之後發現 這個沈玉玲 這個劉先生會... 感情會... 這名歌可能是屬於外表忠厚 所以豪哥這兩個 講了半天 那只剩我一個 當然我最好了 是 對不對 就是間接的幫自己 捧到最高的位置 立志高點對不對 不是 他現在還在幫人家算命 當然開玩笑 北台灣第一把交椅的 玉圈第一品算命師 算是地下國師級的 議員沒有不曾施準過 各位 會不會有其他算命的 第一把交椅 這個話不要給江柏樂聽到 江柏樂 江柏樂會說 誰哥呢 誰哥有沒有狗腿騎 其實喔 比起詹老師來講 我更是老闆的最愛 大概沒有老闆不喜歡我 要討論... 對... 但是我們段數比較高 就是我們不會說這麼明白 因為我們人要豐富 一般老闆最喜歡問人家說 你幾點下班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回答那種說 什麼二十分鐘後 什麼幾分鐘後 要像我們這種 這種已經高乾到說 我記得有一次老闆問我說 玉琳啊 這麼晚耶 幾點才要下班啊 報告老闆 打成五年前我進這家公司以來 是... 藝術家 那個老闆當場喔 那個即使是鐵石經常 但怎麼兇很惡劣的老闆 當場都會柔化 都會柔情 眼眶含淚 然後對老闆呢 就是你要投幾所話 就是說 一般老闆能夠當到老闆 都很精明 絕對不會說你表面常說 老闆你好帥喔 老闆你好會賺錢喔 你這是領導有方 這種話都是批話 這反而讓老闆看清你 讓老闆瞧不起你 覺得說你就是出一張嘴 不會做事 那真的要投老闆 因為我... 那時候我老闆 我們都知道他... 他就是有點... 有點喜歡小妹妹這樣子 雖然年紀一大把了 但是對小妹妹的熱情 從來沒有因為... 消失過... 那時候我們公司來個小妹妹 大概二十歲 G-Cup 然後那個外型 那個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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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亮麗 那在...那我是他的主管嘛 就安排他去做節目的後製工作 那我就覺得我老闆每天 就一直盯著他看 那等他這女生去做後製的時候 他就暢然若失 然後就玉琳... 你來個新人喔 對啊... 那他今天沒來喔 然後他去做後製 然後我就從他眼神裡面 觀察了出他喜歡這個女孩 第三天呢 我那老闆其實因為已經很資深了嘛 所以已經不知道多少年 沒有進過剪接室了 也沒有做過後製 也沒有去路過營 那我們就投機所號嘛 第三天我說 我說老闆 那個...有一支袋子喔 那個...那個妹妹剪完了 但是我不放心 可是呢 那個...我呢 我的能力有沒有你強 我怕我看了呢 也不準 是不是請你喔 因為你是我的長輩 你來看會比較好 那個妹妹那個袋子 就在那邊等你了 要不要過去看 我第一次看我老闆眼睛喔 那個... 那時候他車子送修 在保養嘛 他說玉琳 你有沒有摩托車 幫我借一台 騎的 就騎去台市你知道嗎 邊騎 然後腳踏開開 騎去台市 然後那個女生 老闆你來啦 就撥給他看嘛 後來就很驚心動魄一幕 那個時候我正好 臨時有事要去台市 然後想說去看望一下 老闆跟妹妹相處了如何 那個...那時候 台市的簡潔室 是一個小玻璃窗嘛 有時候我們外面看得到 裡面又看不到外面 不得了了 老闆是不是坐著在撿嘛 女生在後面這樣看電視嘛 那個居奶整個是 我曾經拍過 也不叫拍麻痺 我們就是要讓老闆認得我們 是 所以老闆一到的時候呢 他坐下來 我的感覺就是 趕快去弄咖啡 就擺在他前面 果然他都喝咖啡 他站起來之後 我就趕快引擋他去上廁所 上廁所還沒關係 怕他找不到位子 他進去 他站好啦 那我們沒有尿 但是我們也站在旁邊 陪他聊天 稍微聊一下 然後他往回走之後呢 然後我很確定他要下樓梯了 我們就按樓梯了 然後我也下到一樓了 很快速的 跑到前面去開車門給他上 結果不好意思 他上到別的車處 最後錯是錯的 那一道拐桿 因為兩輛賓士車 我不知道是哪一輛 所以最後一個觀察是錯的 但基本上為什麼要在前面 展現這一套 是因為那個老闆 他曾經來過公司他講 他說我進棚的時候 最討厭就是一個人 在我前面不動 進了棚以後 一定要動 是 所以自從他進棚之後 只要他一來到 我幾乎都在... 只要...只要他四線放在這裡 我盡量的動 以前的老自主人是這樣 老自主人對痛恨工作人員 錄影的時候 站的遠距不動 所以副歌經驗我們就有 我們以前那個在攝影棚 每個人都是這樣在逃步 對... 但是跑過去要跑回來 對... 就是不要讓老闆看到你 站得不動 還沒關係 一張海報 已經有人拿了 還要去幫他拿 對... 一張大字報三四個輪流在哪 然後我在... 我會被罵 有沒有 有人直接一講 他們都在動 都在動 後來啊... 後來我們自己當老闆之後 有員工在我們前面晃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 不要在前面跑來跑去 少來這一趟 我那裡記著喔 大家都不喜歡做專題 所謂的專題就是每... 就是那種比較大的 你可能一次個專題 可能要五千字 六千字那樣子 好 大家都不喜歡做 但是呢 我就很喜歡做 因為我知道 老闆很喜歡 老闆因為呢 每一次到禮拜天的時候 假日的時候 稿子都很少 我經常在老闆要下班之前 對 隔天喔 比方說今天是禮拜五 明天是禮拜六 對不對 他下班之前 他降完版 看完那個... 看完今天的那個大樣之後 他可能一點半就要離開 是 在那個時候 我們趕快就把稿子 明天的稿子喔 五六千字就傳到 他的面前 拍一看 然後趕快打個電話給他 來 大哥 稿子有收到嗎 這是什麼稿子 沒有 明天的專題 真的喔 OK...很好... 這是一種 然後還有每一次晚上去哪裡呢 這一點我跟 他問你在哪裡的時候 我通常講 那你這個是什麼時候要發 等大哥你需要什麼時候 沒有稿子的時候 你就一聲一下 我馬上稿子就在你前面 這樣子 那你辛苦了 那你採訪完他 要去哪裡啊 一樣 就把他在找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我對那種 他希望你在工作上 有表現的 你就盡量狗腿 我的老闆 我時常去他家 跟他媽媽的互動也很好 有一次偶發事件 他媽媽中風了 死掉了 我聽到這個噩耗之後 這個噩耗之後 很慘痛的消息之後 我從那天開始 我上下班都穿得很素 而且 而且什麼誇張 要放感情啊 其實就是我電腦的首頁 都是我跟老闆娘媽媽的合照 包括我手機也是一樣 包括桌墊下面也是合照 還有百合花不停 放在桌上 知道嗎 那本身因為 這真的放感情 代表天撥奶子嗎 放感情嘛 會告別是你哭得比他百合 哭得已經天分地暗了 你知道嗎 東倒西歪了 你知道嗎 哭到那個死者回臨 對 所以就是 不能說海撲死爛 那種傷痛 你知道 比我大伯死掉 我哭得還更感動 因為我比較不會做人 而且我們公司也不來這一套 所以就想個辦法要改變 因為我們領隊都有評分 我就叫客人評分 要寫好一點 這第一點 然後評六分那邊 像選舉一樣 拜託 拜託客人 那有時候帶團的時候 在外面如果遇到鋼琴 有吉他的時候 剛好這也是我會的 就談談吉他唱唱歌 這樣回來評分就很好 評分很好老闆就會派你團多 這樣你團帶得好 再來還好我娶到一個好老婆 今晚 在尾牙的時候 或者是春酒的時候 公司有需要 就請請我們去科串一下 來個福唱福水 這個禮 對不對 這樣大家就接受 而且老闆也很夠意思啊 他也不是因為你來 就是白來 他也會包紅包給你 是順理成章的小狗腿一下 沒有 那種是正當管道的狗腿 對... 那個... 那個前輩的... 這個太厲害了 我跟你講 因為狗腿的 韓信為什麼跨下壽路 可能當宰相 老闆電話一響 跑馬道 是... 就這樣子啦 那你們後來 從員工變成老闆之後 有沒有遇到什麼 很奇怪的員工 應該有遇到很多奇怪... 我遇過一個很奇怪的會計 是 就是我應徵他進來的時候 都還滿正常的 三個月以後 他就每天早上固定 那個十點鐘 他還打電話 他還打電話 而且是每天是很哀怨的口氣 跟我講 不管好事 壞事 他都是 富哥今天... 今天有一張票子兌現 那應該是很高興的事情 廠商票子兌現 那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一大早 都要聽到這樣的語氣 我進辦公室之後 就把他罵了一頓 我說我最討厭 一大早接到這種 很哀怨的電話 更何況 他是一件好事嘛 對方有一張票子兌現 因為是好事情嘛 以後麻煩任何事情 高興一點 好嗎 結果隔天呢 隔天到早上 一早我打來 他說 豹富哥 我說 因為我情緒被帶動起來了 他說 那個... 對方公司有一張票子 一百五十萬 那我在電話裡 我說跳票你 這麼高興 你試試看吧 他說可是你昨天把他罵一頓 就是說要帶動氣勢 好... 我破最奇怪的一個筷子 是親身經驗 以前我是應徵一個天兵員工 他是... 一開始呢 就不斷地告誡他說 講話不要這麼急 因為他就是... 你永遠聽不懂他講什麼嘛 就是... 跟機關箱一樣 那就每天每天告訴他講話 慢一點... 後來他就慢慢改善了 後來就慢過頭 那時候我們在那個 劍湖山世界錄影 劍湖山世界有一個彩虹劇場 水舞劇場很壯觀很豪華 憂鬱場地實在太過遼闊了 所以呢我們就是左右要有人顧 然後布景的後面也要有人顧 那那個天兵員工 他就是顧布景的後面 有一天錄... 我就看他遠遠的就小跑步 跑得很慢喔 因為被我們訓練過了嘛 就... 然後報告玉琳哥 我說有什麼事呢 他說這個事非常嚴重 那你不妨說來聽聽 這個事嚴重到呢 我不知道如果騎... 沒有說嘛 是什麼一回事 我跟你講喔 在我們那個華麗的布景的後面 已經... 是... 一堆有人在那邊... 那個火不只是著小火 是大火 那整個... 像是我們這個景廢的後面有沒有 全部都是著火了 然後那個... 那個是史上最衰的衰咖 那一天的災難不只這樣 好不容易把火撲滅了 整個會長瀰漫的那種 二氧化碳那種很... 那個交位這樣子 可是勉強還是得錄 不錄 沒存檔嘛 他說阿醋哈夫阿大舞群 那個頭上就帶那個孔雀毛 羽毛這樣子 開場...就跳 然後跳那個點的時候 要按爆點嘛 那砰那個 他就負責按爆點的 砰... 砰... 那個爆點就跟雪花一樣飄... 其中一個舞蹈員呢 我怎麼覺得... 因為你看覺得奇怪 怎麼他的頭髮在冒煙 剛才知道白煙 我說 怎麼有這麼熱嗎 再不對勁了 從白煙變火光 整個那個浴火鳳凰有沒有 那個土雀毛這樣 殺... 那一直燒 然後... 有時候說你怎麼會 會衰到這種程度 然後他的... 他的那個糗事喔 他的那種... 那種曬很曬的事情 還不只這些 那時候演短劇 那時候我們那個觀眾朋友 可能不了解就是說 我們攝影棚就是攝影機 已經是1 2 3嘛 1號機 2號機 3號機 我說 你等一下一定要交代那個演員 一出場 對著吐 對著吐做表情 你要跟他講清楚 他每次都不知道 好 我們就說 我知道 這簡單 他就跑去跟演員講好了 後來就正式錄影了 我要... 我是讓他開始錄 那個演員一出來呢 他就突然... 我說奇怪 劇情...劇本沒有這樣的啊 然後我說 我就把我們那個廷秉員說 你這怎麼搞的 我叫他對吐 他現在在幹什麼 不是 你不是說叫我 他說他一出來就要吐嗎 叫他吐 而且還要做表情 叫他對吐做表情 對 他是一出來 然後一直吐 好棒喔 有一次我們公司應徵助理 應徵助理... 那一般助理啦 就是18、19啊 剛退伍什麼的 那一次不巧 就來了一個七十幾歲的 那個卑卑 農民卑卑 那我就很尷尬 我想說 又不忍心傷老人的心 我就說卑卑 我們這個節目很辛苦 他也在抗戰的時候 這一點苦惨什麼 他就說他飛沙包 什麼...飛的槍 曾經跑了什麼... 我急行暈幾公里 可是飛沙包我們這個 可能要年輕一點的 他就說 你們只要年輕的人 老人那個... 就開始語氣緩了 跟我講道理說 陳製作啊 你如果擁有我 我在你的公司裡面呢 幫你作證 我可以領導大家的那個精神氣氛 足足聽他訓話 訓了三十分鐘 訓到最後他去講 因為我還是始終不願意 去那個讓他上班嘛 罵...罵... 一路罵到說什麼 要跟什麼講公革命啦 然後一講一講 講到說什麼 罵完之後 告訴你們 你們這些人 瞧不起老人 我告訴你 你不用我 你... 他就指握臉說 你... 就指標了 講一個比較印象深刻 對... 就因為讓我很尷尬 因為他可能覺得說 在這個圈子裡面 都要... 像我們跑社會 比較有兄弟開 他覺得說就一定要 大哥... 大哥這樣... 相稱 他說 我沒有親... 親的大哥 我不可以任你當我的 結拜大哥 我心裡就想 這種職場上面 你不要那種來這一套什麼 大哥小弟結拜的幹嘛 我說這個... 再說啦 好好的工作上面 好好的表現 好啦 就這樣講了好幾次 那我就... 我說不要 我說你職場上面就是 長官跟部署 然後你...反正你是記者 記者每個人頭上一片天 你好好的去做你的事情就對了 好 結果有一次 跟我的夥伴 然後還有他三個人 去洗三文碗 洗三文碗 因為已經喝到很晚了 然後他就... 因為他想任我當大哥 一直...一直這樣想 所以他連下了班之後 也都跟著我 那我這個人覺得說 我沒關係你跟著我 我就帶你去嘛 人脈也可以交接一下這樣 好啦 三文碗 大家都... 當然拖光光了 洗啦 泡啦什麼的 這樣 結果呢 那個人就突然走... 走到這邊來 在池邊 大家都看到 他突然間... 大家全身拖光光頭 趕過爛喔 突然間跪在地上 拜 你要說我當弟弟 你要說我當弟弟 大哥 你是我一輩子的大哥 一個拖光光的人 去把一個拖光光的人扶起來 是怎麼樣 但是很尷尬你知道 也沒有毛巾 也沒有什麼 然後 我說你當弟弟 你趕快起來 是 大哥 等一下站起來 以後你說什麼 我... 我絕對不會打折扣 大哥 接下來呢 接下來... 去穿衣服啦 走了... 但是我比較沒有取員工這個部分 因為金姐自己的預算 所以我們家的菲傭 有時候接著 照顧老了跟小孩子 那偶爾會接接電話 他會講中文 講得不怎麼好 有一次呢 我就拉肚子 那天剉菜剉好幾次就對了 電話就在我的廁所的外面 拿不到 聽得到 那後來電話響了 一定是客人打來嘛 對不對 這菲傭接了電話 你知道嗎 就... 就說 我是一個秘密大師 大便不需要講 你知道嗎 你說我在殘坐 打坐 冥想都可以啊 他在大便 他在大便 之前有一位助理 然後助理都覺得就是 好像很多事情啊 幫我們藝人就是很保護這種感覺 是一個女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做一個節目 就是要到苗栗去做那什麼 高空盪鞦韆 在那個吊橋中間綁一條鋼鎖 然後人從這邊跳下去這樣子晃 那時候跟我搭配一個女主持人 他就不跳嘛 那時候我看那個狀況 而且那個又是有點土法煉鋼 我自己也很害怕 那我就跟那個教練 我就跟他說 能不能待會兒 我們在錄節目的時候 我表現出我很害怕 效果做一下 然後你就說你要解救我 你就下去跳 教練是個男的 所以你去跳一下 反正做節目 都已經講好了 然後在錄影的時候 然後我就講很害怕 那她說 那看下去很可怕 實在不能跳 我想我家裡還有七小這樣子 就旁邊那個住了一個女孩子 就跳起來說 鍾哥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你不敢跳的話 她說我來替你跳 後來她這麼講 我說 沒關係啦 我可以 我自己跳 我自己跳 後來 我去看到我在跳那個東西 那個表情很害怕 很臭這樣子 這個她最知道的 對... 藝人幾個都差點被她弄死了 我的錄影原則 錄影永遠抱著跟藝人 最後一次合作 所以你也不要把她會不會翻臉 把那個危不危險 你就當成今天 是最後一次看到她 對 然後記得 節目精采最重要 然後記得不要等到錄完之後 更去跟她握手 不要幹這種事情 就是錄完了前五分鐘 自己先溜 沒有...可以... 很尷尬 下次來不記得 對啊 那今天謝謝各位參加國王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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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